好 今天倒是有一批大学生非常的开心哦 也就是天气这么冷 到哪里最开心就是来赏雪了 好 入冬以来的这个荷欢山总算降了雪 清晨六点开放管制闸口了 就是由第一批大学生通过来揭开赏雪序幕 而游客真的是见雪眼开 有女游客在武岭打雪仗 结果却疑似因为情绪太嗨了 结果竟然缺氧倒地 真的吓坏了通行有人 还过了头 女游客在雪地里体力不知倒地 吓坏了一旁的赏雪客 没事了 赏雪客手忙脚乱急忙搀扶这名昏倒的女游客 只见她一身厚厚的大衣 外加一顶安全帽 一百分的预寒装备 却抵挡不了零度的低温考验 在看看沿线的台词四线上 因为打滑车塞车塞到爆 车辆没有假装雪链 轮胎碾过结冰的路面 有够苦力 抓住车窗的趴在引擎盖上的 大学生一泳而上 这一招压车要帮忙打滑车辆 驾驶脱困 不过这样的方式好像有点危险 昏倒的打滑的 荷幻山上一团乱更有人冒险在强劲风势的雪地里搭帐篷 自以为上雪景 天脸的最后结果 你们是第一次这样子在这里这样过夜吗 对对对 清晨六点管制小闸门一开 大部分的游客从清静出发 一路塞塞塞 好不容易塞上了武岭 赶在白雪融化之前 打雪仗堆雪人 赏雪抢第一 中文学王桥SNG小组南投何寬山采访报道 好 好